骷髅哥明显有些爽过头了 比起悬挂式滑翔来说 他更喜欢刺激的无神蹦及 而今晚讲述的故事 则是和头身大自然有关 在一个宁静美好的周末 杰克夫妻带着狗到野外露营 但辛西亚并不开心 看着丈夫和那些鬼东西 他终于忍不住开骂 自己从几百英里外的文明世界跑到这 竟然整天就吃这些素材 可这是能找到最健康的食物 杰克提醒计划的重要性 他却只想吃一顿真正的美食 辛西亚彻底绷不住了 眼尖奈何不了丈夫 他急忙去找哈利理论 要不是他们提议去露营 自己也不用跟着遭罪 杰克将他拽了回去 在那个计划完成前 谁都不准离开这里 两人又开始日常互掐 另一边的露西看不下去了 月圆的时刻即将到来 担心夫妻俩会闹出乱子 但他们经常这样 哈利不认为会出意外 他知道妻子不放心 表示杰克在战场上 救过自己的命 他一直想找机会报答 露西只好不再多说 紧接着走到外面劝架 让两人静下星星上美景 杰克连忙道歉打扰他们了 辛西亚文言很不服气 应该让哈利道歉才对 还要特别真诚的那种 杰克被折磨的精神崩溃 辛西亚愈发来劲 说起他二十年没用命根子 干脆早点割掉算了 杰克不敢置信弃子的话 整个人顿时无比失望 默默起身走向房车 听到这番莫名其妙的话 辛西亚并没发觉异常 只当做老头子说不过自己 杰克忍不住拿出一瓶酒 哈利连忙将其拦住 知道老友很难受 可只要沾上一滴酒 所有努力将会前功尽弃 辛西亚好奇地在门外偷听 哈利表示 当时艾玛在闹 自己差点就给他喝了酒 杰克疑惑发生了什么 哈利解释那天晚上 他们在这不远的地方录营 艾玛迷路找不到营地 找了好几天都找不到人 随后话锋一转 表示不管杰克想做什么 他都会无条件地支持 辛西亚感觉很不对劲 还想告知路西那些话 他们突然开门走了出来 然后拿起工具转身离开 辛西亚不由感到疑惑 眼见路西煮着神秘药水 他倾诉自己献出了青春 却什么回报都没得到 接着拿出镜子照了照 不愿接受老去的事实 一想到这里 他敲咪咪地往树林走去 很快找到挖宝的两人 哈利描述着光滑紧绷的皮肤 或许他们能重新体验 也就是这时 他抬起一具镶嵌囚禁的尸体 杰克经的目瞪口呆 看出这人是被谋杀的 辛西亚吓得浑身颤抖 他听到哈利的两个选项 要么选择看开点 要么马上退出计划 杰克文言不再犹豫 他已经没什么留恋了 接下来要让爱马嘴里的囚精 吸收足够的月光 趁两人调整尸体的角度时 辛西亚趁机转身跑路 囚精开始迅速发芽 哈利也是第一次见 这种场景过于魔幻 此时辛西亚慌忙跑回营地 劝告露西快跑 哈利杀了自己的前妻 还把他埋在了那边 露西并不惊讶 表示药水已经准备好了 两人带着一朵花回来 辛西亚尖叫哈利杀人了 随即又去呵斥丈夫 他怎么能跟着去盗墓 杰克却开心跳起小五 丝毫不在乎盗墓的事 只见露西装了杯药水 然后接过生命之花 跟着哈利走进房车 杰克兴奋等候奇迹降临 辛西亚听得满头雾水 只觉得他们都疯了 也就是这时 露西发出痛苦的惨叫 辛西亚冲过去拍打房车 质问发生了什么 杰克突然走了过来 哈利让好友把他搞定 辛西亚文言连忙跑路 随后躲进房车降门反锁 杰克不停拍打着车门 他急忙翻出一把刀 警惕地往窗外看去 周围又突然安静下来 不知过了多久 辛西亚被狗叫声吵醒 看到两人提着灯走去墓地 他好奇地跟了上去 辛西亚吓得连连后退 发现那人是露西 当他仔细看着那张脸 惊恶对方怎么这么年轻 露西解释 这是父亲从岛上带的囚巾 有一种极为特殊的力量 哈利在三个月前 把他们种在爱马的嘴里 通过肥料在月光中生长 花枝能让人返老还童 但第一次服用会很痛苦 所以才会发出惨叫 现在只要服下第二次 他们就能重回年轻的样子 可杰克已经受够当45年的苦力 随即毁掉妻子那份 他要看着对方一点点老去 辛西亚连忙想好对策 表示知道剩下的在哪 接着转身跑向营地 露西却并不担心 不加花枝的药水没有效果 他先是装了一些在杯中 接着拿出柜子里的酒 将其全部倒进锅里 最后连忙躲进车里 等到他们回来装水 分别往杯子滴入花枝 三人很快发出痛苦的惨叫 辛西亚露出幸灾乐祸的表情 告知药水里加了福特加 并且提前保留了一些 随后一把夺过杰克的花 他用尽量的水 他用尽最后力气骂了声 整个人化为了干尸 确认都死完了后 辛西亚倒了些在杯子里 他感到肚子一阵脚痛 效果却是立竿见影 迅速变回年轻的样貌 他迫不及待照了照镜子 开心的原地跳舞 不料这时 辛西亚惊恶地发现 那条恶犬也变年轻了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狗狗直接扑了上来 一声声惨叫在森林回响 此时一对情侣到这露营 发现地上有只可爱的小狗 嘴里叼着一根超大的骨头 而房车的轮子下 辛西亚已被啃得一干二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